大家好,很久没有跟大家做视频了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已经把交易 总结成一张纸 包括交易的策略,交易的图形 跟心理建设 最主要的是心理建设 已经做成一张纸 这就是一张纸,就是我每天看的这一张纸 然后后面是我交易完的一些总结 总结成这么张纸之后呢 其实跟大家就没什么好说的,一说就 三句话就可以讲完了 这是我其中没有做视频的一个原因 先说一下,我去年10月开始停更我这个频道 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我睡在船上一年做过神经痛 起不来 下不了地 就是失去了平衡的生活 以前我常常在我的频道上说要有平衡的生活 我失去了平衡的生活了 但是我想那我都躺在船上了 我就做交易啊 我20年的经验 这个交易很容易啊 结果呢,可想而知啊 那叫做过度交易 我一直在做交易 什么也不做 那么 就造成了重大的亏损 造成重大亏损之后呢 我就没东西跟大家讲了 因为我要 表现真实的东西 那又亏得太厉害 那就没办法跟大家讲 当然我在那个时候 也会把这个责任推卸到 因为我生病 造成的亏损 也或者是说 没有人来 跟我 我分散我的注意力 所以我24小时都在做交易 醒了就做交易 把这个责任推卸到别人身上 那么如果我把责任推卸到别人身上 别人那你永远要找个人在你身边 那不行 最后呢 我是想 是我自己的原因 不管怎么样 这些交易的亏损 是我自己造成的 我可以不做 所以在10月份 的时候呢 我就开始 找自己的问题 找完这个问题之后 把所有东西 20年的经验 总结成这一张纸 包括了心理建设 就就是这一张纸 这一张纸之后 很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 他会稳定 交易非常稳定 你说可不可以 赚的 比以前多 不可以 以前那种都是 非数的赚 那现在是稳定的赚 稳定交易啊 对大部分新手 或者做了很久 即便你做了很久 特别是做外汇交易 杠杆放大50倍 200倍 这种杠杆交易的话 稳定 的交易 很多人是 不能够接受的 都希望说多久 翻倍翻倍翻倍 你可以翻倍翻得很快 但是不管你翻倍多少次 只要亏一次 百分之百 就打回原点 其实也不用说 别人 我自己做了20年交易 到我 10月之后 也是认为我要 算多少倍多少倍才可以满足我自己的心理 这是为什么我开这个视频这个频道开了7年多的一个原因 我一直都会有很大的利润空间 但是又会在某一段时间 一下子把所有盈利加本钱 全部亏掉 我做这个频道做了7年啊 初衷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些知识 后来慢慢发现 其实我需要 我自己的视频 我需要给自己看到 我自己的视频 因为我 大起大落 很厉害 所以这个频道里面 过去的很多视频 很大一部分 是做给我自己看的 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如果你是一个新手或者你还是希望说高速成长的那种 特别是做外汇 高速成长的话 你还不可以解脱这个心态的话 回去看我的视频 应该会对你有很大的 帮助 好了现在跟大家说说重点 我做这个视频的目的 我在 我在3月10几号 就会回中国 那么回中国了 我抱着这个目的 首先第1个现在我发视频 给大家看这一页纸 首先它是一个 这个是我的这个 20年 跟 数百万的结金 需要有个回收 首先第1个是这样子 第2个你只是看我那张纸 还不一定能够做得到 而且我还可以基本上可以保证 你还是亏钱的 那么我是想做一个什么事情的就是我回国的时候如果大家有意愿来 看一看 我们有没有机会合作的话 那么可以找我 那么怎么样找我呢 我的名字 后面加1 大家知道Frenching 后面加1 就是我的微信号 你说你有兴趣你找我 会达到什么目的呢 有两个方式 一个人就是跟我学 那跟我学的话就是 2万美金起跳 至少2万美金起跳 其实这是值得的 我20年总结出来的这一页纸 你觉得 不是2万吗 最是最少2万 而且包括你以后花掉的时间 我花了20年你要花多少年 然后你要亏多少钱 我亏了 非常大的数字 那另外一个方法呢 就是和我合作 怎么样合作呢 就是你要有 你是可以做资管的合作 那么这个资管的合作全部都在你的名下 大概 其实我需要在 就是你找到集资金 10万到50万之间 多了我也做不了 我等会告诉你为什么我做不了 那这10万到50万呢 就是你做的 这是 你开的那个 资管账户 我是 不是 我唯一参与的就是 教你这套方法 跟你做 看着你做你的监管啊 心理建设啊 把这一套方法里面的内行的东西跟你分享 那么盈利的话呢 我们就 一人一半 这里先解释一下 如果你是销售部的那些人想开我的账户 或者是为什么我不开账户 是因为 美国的那个残壁管辖很厉害 所有外汇公司在中国经营的外汇公司是不敢接受 美国人的 美国身份的 这个原因 所以我不能够开 账户在你的名下 你去做资管 那么你给钱是看你的自觉性 你不给我 我也没办法 你学了这一套 我也没办法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 你要自己要做 看着我这张纸 要做到 我这个成绩 还是有点困难 所以这个是 双赢要互信 如果有机会的话 大家要互相见面聊一下 然后再开始 这是关于外汇的 那么另外一样的就是 我躺在这个船上 想出这一套方法之后 我的 S法高尔夫球 现在打的是非常好 只不过我已经没办法 打到70杆 我现在 80杆90杆左右 其实 大部分打高尔夫球的人 只要你可以打90杆 已经是高手了 80杆已经是几乎无敌了 七字头的是凤毛灵脚 为什么我打不到了 我已经是长长人了 我的那个 做五神经党很厉害 所以 这一套方法 如果有 想打高尔夫球的 也想学一套 横简易的方法 把你的切杆 推杆 做到几乎完美的程度 而不需要花 一万个小时 花每个星期 大概花个 三个小时左右吧 两个星期之后你就可以 切 推出 非常完美的球的话 也可以来找 这也是我 收获了这一张纸 那个 什么叫做开了翘 这样子开翘之后呢 我把这一套方 这一个 思路 用到了这个高尔夫球 也取得很大成绩 所以你想跟我打 高尔夫球 看看到底是什么样啊 也可以约一下 好现在又扯回来这个 交易资管这一部分了 那么首先大家知道他的亏损 跟盈利的 预期 由于我们做的比较保守 所以 盈利呢将近一个月到 百分之四百分之五左右 这是我们跟外面讲的 那么 所以年回报就将近 用复利的话将近是百分之七十 那么亏损呢 亏损在我们每一笔的亏损 设定好百分之0.1到百分之 0.5到百分之一 这一个就可以让你这个亏损 可以不会加仓啊 不会 不会什么疯狂的那种事情就不会发生 所以 亏损是可以设计的 非常好的 那么 目前为止了我没有超连续超过 两个亏损的就是说两个亏损之后就会盈利的了 没有试过三个连续三个 那所以呢一般来说我可以 这样子比较保守又比较 真实的跟大家反映的就是他的回撤啊 最高在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之间 所以就是以亏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的范围 争取年回报百分之七十 那这个像是比较合理的 所以这一个这一种回报率的对几千块钱的账户是没有吸引力的 那至少十万 以上 开始 那为什么十万的十万你百分之七十一年有七七万算是很不错的收入 三五十万的话那更好 那这里面又另外一个问题了 刚才我说目前为止我只可以收不超过五十万的资金 那当然一百万也可以我把那个这个亏损百分比降到零点 百分之零点五 那这个其实是 是有意义也没有意义 但是我就先说 五十万 为什么五十万呢 是因为外汇交易有个手数的限制 在中国大陆的话 目前大部分外汇公司都是只可以限五十手一次交易 一笔交易 就是你按一次最多是五十手 我自己个人做过最高 两百九十九手 那是分了三个 三个单子 那这两百九十九手 这个由于流量的不够不够不充足 要交易起来非常困难要完成开仓非常困难 如果你设定那个价钱不能够超过这个价钱的话 基本上 有时候十分钟都 交易不了 两百九十九手 那如果是你是说只要我可以拿到市场价就进去的话 你的价格从 第一手到最后那一手的价格相差非常高 所以目前为止呢 我就是认为是说五十手 五十手 如果是五十万 亏损百分之零点 百分之一的话 那就是 就是 就是 就是五十手了 那你说那我这个公司又做不大 也不是这样子做不大 因为他每一段时 时段的不一样 你可以 同一个人 做不一样的 外汇队 那么你就可以增加 双倍 十倍 做十个外汇队 你就可以做的比较多 也可以 同一个人 也可以不一样的人 操作不一样的外汇队 对在不一样的时段 做这个交易 所以他是有这个 潜能的 但是一开始的时候 跟你合作 先做个十万到五十万之间 为什么我这么有信心 说任何人都可以操作好这一套 这一张纸的东西呢 是因为他太简单了 讲的就是 讲的非常非常简单 所以我也没有必要再开视频 去跟大家讲这么多东西 就是这一张纸 就可以搞定了 那么里面有一些需要的就是一些细节 是要我把我的经验跟教训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也是很重要 所以 大概解释了 亏损百分比 这个 期待的回报值 这个是 外汇这一方面 我想就跟大家聊这么多了 最后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要坐在这个车上做 做视频 因为我现在是 写歌 是 创作高峰期 我一回到家 就有不断的诗源出来 我就把时间放在那个写歌上了 所以我不能够在家里面 所以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下这个视频 如果大家 对歌曲有兴趣的话 原创歌曲有兴趣的话 去我另外一个频道 我现在要去练一下球了 终于把这一段视频做出来 给大家有个交代了 期待 3月和4月之间 这一段时间 我回大陆这段时间 可以跟大家 见面 谢谢收看 下次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